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1929年5月26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 一辆灵车缓缓从北平启程 车身为蓝色 窗帘为白色 四年前去世的国民党创始人 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遗体 被安放在灵车的第六届车厢内 所到之处 工厂汽车鸣抵致哀 沿途约三十万群众俯首速立 目送灵车的离去 五月正是南京的最美好的季节 此时的金陵古城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在通往中山陵的大道上 搭起松柏牌楼和青柏布牌楼 中山陵内苍松翠柏 内祭堂牧师等主建筑群已经修建完毕 就在五天之后 这里即将举行孙中山先生的正式葬礼 史称奉安大典 战争不断的年代 中山陵经历了怎样艰苦的建筑工程 一段八十二年前的影像资料 真实记录了奉安大典的实况 一份奉安大典委员会名单暗藏玄机 蒋介石如何一跃成为核心人物 一部中山陵半部民国史 敬请收看系列纪录片 解码中山陵第二集 1928年五月 随着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 北京更名为北平了 蒋介石完成了中国形势上的统一 1929年五月七号 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创始人 孙中山先生生前愿望 宣布六月一号将孙中山遗体 移往南京中山陵内 并且举行奉安大典告慰使者 1925年 中山先生逝世之后 中山陵的建造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 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 遗陵的日期也是一拖再拖 直到奉安大典当日 去孙中山逝世 已经是过去了整整1542天 而在中山陵内 只有祭堂和墓室已经落成 几百级台阶只是初步的铺好 原计划的陵墓大门 坐向祭堂那四壁石刻的文字 都还没有施工 那么经过四年多的修建 中山陵为什么还有不少区域 未能完工呢 在中山陵修建的这个过程当中 又发生了哪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925年10月 孙中山藏事筹备处 正式聘请中山陵的设计者 吕燕池为总建筑师 吕燕池将祭堂 墓室和台阶 定为第一阶段修建工程 预算经费为三十四万一千零七十八两 归原银 预计十四个月完工 1925年12月1日 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广告 内容大致是 藏事筹备处现已在南京紫金山坡 建造孙中山先生陵墓 自即日起开始招标 报名处为上海环龙路44号 孙中山藏事筹备处 作为建筑公司 如果能为孙中山先生修建陵墓 不但是一项殊荣 公司也会因此扬名国内外 而且藏事筹备处 对于前来参加投标的工程公司 要求也并不高 凡是承接过三十万两 归原银以上的建筑公司 都可报名 经过筛选和综合考虑 藏事筹备处决定启用资本殷史 报价相对较低的 姚新济营造厂承接中山岭工程 经过协商 双方终于达成共识 中山岭第一期工程期限为十四个月 造价为四十四点三万两归原银 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 支付给姚新济营造厂 由藏事筹备处代表 孙中山长子孙科 亲自与姚新济签订中山岭第一期工程合同 四十四点三万两还是超出了当时中山岭的预算 那么这笔数额庞大的造林费用究竟是如何筹集而来的呢 国民党呢 在费用上 这个国家的或 这个党的费用上是分得很轻的 那么国民党出了一部分钱 另外一个呢就是 由于新济营在这个民望 民望很高 由于在海外滑销的这个新部门很高 海外滑销呢也捐赠了一些钱 据总理奉安实录记载 由于当时广州军政府财政收入实在有限 所以只能用烟草库券抵押作为建林之用 即使这样还是不够 无奈只能采取拖欠的方法 据中山岭园博记一书记载 姚新济承担中山岭工程 亏损了十四万两归原银 以至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后来说 先生为这次总理领寝出了力 亏了本 国民政府是知道的 而资金问题正是中山岭工程 进度缓慢的原因之一 1926年初 中山岭工程第一笔款项到位 立即开工 没过四个月 总建筑师吕燕池便收到了 藏室筹备处的一封信函 内容含糊 欲言又止 信中表示 次次迟缓 恐将来必难如期告成 信中还希望吕燕池能常驻南京 监视工程进度 吕燕池虽然人在上海 但此前收到的消息是 修灵工程进度还算顺利 那么 藏室筹备处 为什么突然发来这样的信函呢 原来 一边中山岭在如火如荼的休戒 一边 北京却传来惊人的消息 有人强行闯入西山碧云寺 孙中山遗体的安全令人担忧 1926年之后 中国时局更加动荡不安 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盘踞东北的凤系军阀张作霖 发动了第二次职放战争 并占领北京 孙中山生前一手创立的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合作组成的广州国民政府 于1926年6月5日通过出师北伐案 并正式任命蒋介石 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宣布挥师北上 讨伐张作霖 在这个期间凤系军队有些士兵 就到了西山看了碧云寺 其中有一个士兵 看了碧云寺当中 孙中山的棺材 还有他的相片 就问这是谁的相片 当时有护林的士兵就告诉他 他说这是先总理孙中山 就是他是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这个凤系的士兵 当时就说什么大总统 拿着枪就要打 当时被这个护林的士兵把他拦下 碧云寺遭人骚扰的消息 传到了孙中山葬式筹备处 孙科等人立即下令 将灵堂的铁门关上 停止对外开放 要求守护灵堂的卫士们提高警惕 并全部换成便服 改为暗中护卫监视孙中山先生领救 眼下只有寄希望于中山领 尽快竣工早日完成依领工作 中山先生的遗体 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 于是孙科亲自给吕燕直发来书信 要求他督促陵墓修建工作 加快进行 接到书信的吕燕直 虽然身体不适但还是连夜赶赴南京 可是当他来到施工现场一看 眼前的场景的确让吕燕直大吃一惊 泽金山上的工人不过数十人 重要的建筑材料都没有抵达工地 连原定两个月完成的工程也没有完成 自己设计稿中的花岗石虽然运到了 但看上去就是那种质量低下不合标准的劣货 建于眼前的形势 藏室筹备处建筑师以及姚新济三方代表开会商议 更换了筑山的建工人员 可是直到1926年10月中旬 中山岭第一期工程也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1927年春天 北伐军逼近江浙户地区 军事形势日趋紧张 工程几近停止 藏室筹备处在给吕燕直的信中 无奈地表示 大约非次大局平定 难其精神振作 1927年4月 广州国民政府辗转前往南京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亲自出示布告保护陵木工程 并由国民革命军安排护陵铁路 运送建筑材料 就在南京方面 中山岭修建工作 出现一丝转机的时候 北京西山负责碧云寺的守灵卫士们 却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1927年9月18日上午 张作霖在北京地安门鼓楼的会议室 召开军事会议 紧急商议如何往回败局 在场所有人都垂头丧气 只有一个人笑而不语 此人名叫张宗昌 山东人土匪出身 辛亥革命后曾被袁世凯收买 刺杀了孙中山得力干将陈其美 袁世凯死后 又投靠奉系军法张作霖 张作霖一起询问张宗昌的看法 张宗昌的一番话 却令在场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张作霖说呢 这个国民党军队为什么这两年呢 他们可以节节胜利呢 这里头有高人帮助 那张作霖当时就很奇怪了 什么高人呢 我怎么不知道 他说就是这个孙中山 孙中山的这个遗体啊 就是错的 这个战错的这个遗体刺 他暗中保护这个国民党的军队 所以这个我们节节失败 他们就节节胜利 所以因此呢 他说我干脆把这个孙中山的这个 这个棺材啊 给他烧了算了 这样我们可能就能打胜仗 神鬼之说 本来就是无稽之谈 可张作霖是陆林出身 偏偏相信风水一说 竟然默许了张宗昌的说法 第二天北京不少报刊都刊登报道 暗示了张宗昌想要毁坏孙中山遗体的消息 在张作霖的军队中 有很多人尊敬仰慕孙中山先生 所以故意对媒体放出风声 希望碧云四方面有所准备 尽可能采取措施 保护好孙中山的遗体 孙中山当时的这个护灵队的这个 就是守灵的这个主任呢 叫李荣 他认为呢 这个孙中山的这个棺材 放到这个金刚塔当中啊 不安全 最后呢 从这个医院里啊 要了一些这个药水啊 防腐的一些药水啊 棉花这些东西 就把孙中山的这个棺材 把它打开 把孙中山的遗体呢 移到这个小棺材当中 就藏到这个水泉洞当中了 一藏藏了好几年 1928年4月 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二次被罚 蒋介石联合西卫军首领冯玉祥 山西的延西山部队 以及贵系李宗仁的军队 组成四个集团军 再次向北京和山东进发 同年六月占领北京 北洋军阀最后一个掌权者张作霖 由北京败退撤往沈阳的途中 在黄湖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 6月15日 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 宣告全国统一 各地纷纷宣布一致 中国暂时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这时 孙中山先生的牵龄工作 也被提上了议程 中山陵也加快了修建步伐 并决定先建造祭堂和墓室 以及使街 而此刻 蒋介石 冯玉祥 延西山 李宗仁四大集团军总司令 于1928年7月26日 在北平西山碧云寺 举行了迁龄前的最后一次祭祀活动 战争不断的年代 中山陵经历了怎样艰苦的建筑工程 一段82年前的影像资料 真实记录了奉安大典的实况 一份奉安大典委员会名单暗藏玄机 蒋介石如何一跃成为核心人物 一部中山陵半部民国史 系列纪录片解码中山陵第二集 正在播出 1928年7月 藏士筹备处暂时停止工作了 取而代之的是新成立的奉安委员会 委员长为蒋介石 成员有宋子文 孔湘熙 胡汉民 谭延凯等国民党现任政要 回想三年前的藏士筹备处成员组成名单 除了孙夫人宋庆龄 孙科之外 那就是汪精卫 张静江等国民党的元老 那个时候的蒋介石 还只是国民党核心成员中的边缘人物 可是到了1928年 蒋介石不仅是以孙中山接班人的身份 主持了北平西山碧云寺的祭祀大典 而且还将主持奉安大典 那么藏士筹备处和这个奉安委员会 这两份成员名单 有何微妙之处呢 短短的三年内 蒋介石是如何从无缘参与孙中山的身后事 一跃而成为了筹办孙中山 正是藏礼的核心人物呢 这又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 从1926年到1928年 是蒋介石极不顺心的两年 1927年 蒋介石亲自在徐州指挥北伐战争中的金浦县战事 却大败而归 国民党内汪精卫等人公开指责蒋介石独裁自大 李宗仁趁机逼宫 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无奈 只得于1927年8月13日宣布下野 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谁曾料到 这次下野却是蒋介石触敌反弹的开始 1927年12月1日 国内外不少报刊头条 刊登了一篇叫《我们的今日》的文章 作者正是蒋介石 原来就在这一天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结婚仪式 国外媒体称他们的结合是神圣的结合 这次联姻使得蒋介石不但获得了与英美沟通的渠道 而且他在国内外的政治地位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蒋介石他是靠枪杆子起家的 靠黄埔军校办黄埔军校起家的 他在政治上其实此文不雄厚 毛泽东曾经这么讲过 开国民党一大的时候 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 蒋介石是坐在台下的 因为蒋介石他只是一个黄埔军校校长 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选择部代理部长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以后 他在警役上取得了势力 因为宋美龄系着隋东散的小姨子 又是英美在华的势力代表 一面是蒋介石春风得意 与宋美龄共结连礼 一面是冯玉祥严锡山部队 在北伐中连战连败损失惨重 1928年1月 在一些人的请求声中 蒋介石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很快 国民革命军四大集团军 在北伐中取得了胜利 蒋介石的身价倍增 奉安大典的主持人 则非他不可了 从这个藏势筹备处 到这个丰安的委员会之间 它现在有一个巨大的落差是什么 当初的这个藏势筹备处 并没有蒋介石的名字 因为蒋介石当时 还是一个军事将领 丰安委员会 它是一个权力非常大的一个机构 可以说是倾当时的国民党的 这个所谓的力量来组建的 以蒋介石来领头的 其他的像孔强锡之类 从这个微妙的变化 也能看出国民党里面 这个权力的辩解 当时国民党有关部门 为奉安大典保存了完整的影像资料 使得我们在今天 也能通过影像 了解民国建立初期 这一场严肃而隆重的藏势活动 1929年6月1日凌晨 南京数十万百姓 便自发地速立在 通往中山陵的街道两旁 队伍长达五六里 凌晨四十整 南京狮子山炮台 准时响起101声礼炮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 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起零 在宋庆龄 孙科夫妇 蒋介石夫妇以及众多国民党官员的 凌晨深入一项庭内 国民政府四十名乐师走哀乐前道 有宋庆龄率领众亲属旅券 步行送币 上午十点零八分 一项庆到达祭堂 速静片刻之后 凤安典礼正式开始 凤安典礼由蒋介石主持 谭严凯 胡汉民 戴季陶 蔡元培 跟随在策 首先参加凤安典礼的全体人员 向孙中山移向三居功 随后由孔祥熙率领杠夫 将凌晨移入牧室 孙中山亲属兼中央代表蒋介石 各国史节代表欧登科 生前友好代表全养裔 随同进入牧室 此时 狮子山炮台再鸣一百零一声礼炮 全国民众停止工作 默哀三分钟 最后由宋庆龄率领孙科夫妇 将木门关闭 中午十二时整 奉安典礼礼弊 国民党当局三个月后 颁布了夜灵规则 规定中山陵每天对游人开放九小时 而每年的元旦 国庆 孙中山诞辰祭日 以及重大祭典日 将在中山陵举行集体夜灵和祭拜典礼 民国期间建立的中山陵 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仪式空间 无论是奉安大典 还是国民政府执政期间的集体夜灵 中山陵一直被用于塑造一种集体信仰 加强国民党阵营内部的思想教育 服务于当时国民党党制国家的目的 奉安大典是蒋介石第一次正式登上中山陵 在儿后的岁月里 蒋介石每一次正式又隆重拜业中山陵 都可以看作是国民政府在大陆岁月当中的一个转折点 而离奉安大典最近的一次就是1930年的11月 蒋介石和张学良并肩一起来拜业中山陵 1930年11月12日早晨 一列火车从北平集齿而来 到达南京 从火车上下来的正是东北军少帅 原北洋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 但他此时的身份已经变成了 国民革命军陆海公军副总司令 上午11点 蒋介石和张学良并肩登上中山陵 由胡汉民将批在孙中山先生石像上的 国民党党旗揭去 随后全体人员向孙中山坐像三聚功 张学良此次南京之行的目的 除了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大理石像揭幕典礼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要和蒋介石 一起庆祝中原大战的盛意 一场中原大战 让张学良跟随蒋介石第一次踏上了中山陵的世界 也帮助蒋介石排除了一击 此时站在孙中山先生坐向前的蒋介石 万万不会想到 就在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入关一年之后的同一天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 1937年到1945年 在艰苦的八年抗战当中 蒋介石没有能够来到中山陵 而中山陵竟然也沦丧在了日军的铁蹄之下 那么在此后的岁月当中 中山陵又将经历怎样的风雨 中国老百姓又将身陷怎样的苦难之中呢 请继续收看《解码中山陵》第三集 《解码中山陵》第三集 《解码中山陵》第三集